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的是女生最爱的 你有豪门命吗 想嫁入豪门吗 我们今天就开个豪门补习班 告诉你要学会哪些学分 有钱人的美感比较多 以阳灾风水注重什么 气场要稳定 因为当我们气场稳定的时候 我们在睡眠 健康 情绪就能够平稳 那自然而然我脑袋就会清楚 那脑袋清楚呢 我不管是说在工作上 沟通上 那其实我做事就会有效率 那也不会莫名其妙被挑毛病 或者是说不会莫名其妙的挑别人的毛病 来来来 我问一下李勤老师 什么样的不良风水会让我们在家 莫名其妙被挑毛病 好啦 不想在家被莫名其妙 挑毛病的女王们 接下来两个风水的禁忌要特别注意了 那以第一个而言的话 就像是我们陈宇在选房子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 家住聚齿屋 烦躁是非多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以洋宅风水注重什么 气场要稳定 因为当我们气场稳定的时候 我们在睡眠 健康 情绪就能够平稳 那自然而然我脑袋就会清楚 那脑袋清楚呢 我不管是说在工作上 沟通上 那其实我做事就会有效率 那也不会莫名其妙的被挑毛病 或者是说不会莫名其妙的挑别人的毛病 好 那么以具齿屋而言的话 其实它简单的讲 它就是缺脚啦 或者以专有名字叫做缺挂 那或者又说它就是不方正 那其实一个家里面 如果说我的气场不够方正的话 我的气流不够混乱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做过旋转咖啡杯 对 那旋转咖啡杯 其实它的时间只有两分钟 但是我们人上去之后上去 在上面旋转的都受不了 那我们家里的格局不方正的时候 家里面的整个气流 就像是旋转咖啡杯一样 只是它转得比较慢 可是我们想一件事 我们一个房子不是住两天两个月 一住可能是两年二十年 所以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这种 这种混乱的气场里面 那自然而然人的情绪上 就会比较容易浮躁 那自然而然那他也会 就是被挑毛病或者是挑别人的毛病 好 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 应该怎么办 当然一开始就会先建议了 我们在选房子的时候 最好我们就是尽量避免缺角的房子 那如果说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避免 因为现在的整个空间规划 我要找到完全方正的房子 真的很困难 那我们就尽量去利用装潢 把缺角的部分 斜角的部分 把它给填补起来 这个要特别留意 好 那再来以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杂物堆满前阳台 气场杂乱炒不完 其实以阳灾风水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我希望 里面的空间的摆设越单纯 磁场越干净越好 其实阳灾风水 它是很科学的 如果我们以一个量子力学来讲 每一个物质它都有自己的磁场 当磁场太多的时候 人就会觉得气场很混乱 所以为什么会到家 看到家里面乱糟糟的 心情就会很暗杂 道理就是在这边 那人当气场混乱的时候 脑袋就会不清楚 就像刚刚讲的 就会容易烦躁 没有耐心 就会容易挑别人毛病 或者是居住在这个房子的长辈 就会因为这样子来挑我的毛病 好 那为什么讲前阳台呢 因为前阳台是我们 出门跟回来家里面 一定会经过的位置 那如果没有前阳台的话 就是在玄关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的前阳台 跟图面上这个状况一样的话 我堆满了杂物 那自然而然这里的磁场 就非常非常的混乱 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是一块吐司 各位朋友 你们都去过这个buffet 那早餐的话 都会有那个烤吐司嘛 把吐司放到烤箱里面 他自己这样滚滚滚滚滚滚 烤完之后下来 对不对 对 好 那这个阳台就像是这个烤箱 我们就想一件事情 这个充满负能量的烤箱 我每天出门的时候烤一次 回来家里面的时候烤一次 烤多久 真正烤了二十年 那这样我自然而然我身上就会有非常多负能量 那其实有一句话叫做方以类去物以群分 所以当我身上充满了负能量的时候 那我吸收到的 或是我在家里面所接收到的大域 自然而然就是满满的批评 那所以以上这两点就提醒各位朋友 不管是我们在挑房子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时候 一定要多多去留意的 谢谢老师 来来来 接下来什么样的风水布局 可以让我们活得 活得像贵妇 来 李勤老师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对贵妇的定义不同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活得美丽 我活得开心 我活得充实 或者我打扮得很高 叫贵妇 但是我觉得每一位贵妇都有一个共同特质 他们能够做自己 所以我觉得要做自己的话 心态就很重要 可是偏偏洋宅风水的整个气场 它的确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态 那其实我们讲很多这个布局 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我们讲说基础非常重要 是什么呢 就是干净整洁明亮 只要家里面既可能的 我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我就能够临下风至咸雅 这临下风至其实指的就是 这个温柔婉约 这个雍容华贵的意思 而且除此之外 其实房子里面整理它气场 走的环境它会影响我们一个人的睡眠 当我们特别是女性朋友 我睡眠好的时候 其实我的情绪我的健康 包括我整个的气色 都能够显现出一个女王 或者是一个贵妇的一个气质 所以为什么会说 我们讲这个书香门第 出来这个孩子看上去 他就是非常地有气质 很会读书 道理就是在这边 所以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 我们这个做风水布局之前 先把自己的房子 尽可能地去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那像以这张照片 它就是我们在香港的一位前辈 是我们关志玲的房子 那所以我看上去 采光非常的好 对很好 对啊 是 那所以其实从这个照片 我们不会觉得说 有过度复杂的一个装潢 就很简单 而且非常的干净 层次分明 格局信息 其实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女主人 或者是我达到一个贵妇的基本条件 好 那再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我水晶天鹅摆玄关 庸荣华贵显高雅 庸人比较容易做到 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讲真的 人是感官的动物 所以人在习惯的过程当中 会把我常看到的 不管是画啦 景色啦 或者我摆次的装饰品 我每天看 每天想 自然的就会转换 融入到我的思想 包括融入到我的信仰里面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信仰产生能量 那我们在很多的风水布局 也会喜欢说 我开门见路 看到白色的路 或者看到任何的吉祥物 我每天看了之后 我心情就很好 心情好的时候 我自然而然 我由内散发出来的 就是一个很吉祥的气场 而且注意哦 这个气场 不仅可以改变自己的磁场 它也能够改变 我家人的磁场 那所以这是一举多得 那其实在风水里面 有一个方法 叫做忽行鹤像 忽行鹤像的定义呢 就是像以前的这个人 打开门 看到前面 哇有一座山 这座山很像文昌的笔架 就是说这个家里面 会出秀才 会出状元 同样的一个道理 今天我们要行成贵妇 那我就尽量在家里面 进门的地方 比方说玄关的位置 我把一个跟高贵 有关的材质 图像或者是颜色 那当然高贵的材质 有很多 你说条件好一点 我可以放钻石 那一般人可以放水晶 那以这个高贵的形象 我们以动物而言的话 其实天鹅 它就象征了 非常高贵的一种动物 所以我就建议 女性朋友们 不妨可以在玄关 我摆上水晶的天鹅 那藉由这个天鹅呢 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 当然是藉由它高贵的一个气场 去改变我们个人的想法 改变我们个人的磁场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是 我每天看到它 我要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 哎呀 我不管我的行为举止 我的一言一行 包括我家里面的环境 我都要像贵妇一样 干净 整洁 明亮 这样子无形之间 我们就能够默默地 帮自己打造一个 贵妇的风水气场 提供各位朋友作为参考 好 谢谢老师 谢谢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